让我们看一下消费 美国今年降息 今年好像都无望了 美国最新公布 三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3.5% 超出预期 是六个月来最大增幅 华尔街足足被泼了一桶冰块 最大元凶是汽油价格涨得太快 还有美国房价始终降不下来 汽油跟住房贡献超过一半的通膨增幅 报道当中 加州矽谷有一个十平大小的屋子 不是房间哦 开价要台币5400多万 还是有很多人上门询价 显示出美国的房屋库存 就是中股市出相当的少 严重不足 这项坏消息就是美国劳工部 统计局最新公布 美国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明显回温 年增3.5% 不但超出预期 还创下六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以类别来看 整体食品杂货价格与前一月持平 但依然比一年前高出1.2% 至于推高上个月物价的最大元凶 则是汽油和住房 贡献超过一半的通膨增幅 以汽车保险来说 费用比前一个月多出2.6% 更比一年前大增22% 至于最关键的汽油价格 则比前一个月增加1.7% 分析师表示 美国有超过55%的炼油产能 都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 而这些种植原油价格 在最近几个星期攀升 再加上俄罗斯石油减产幅度超出预期 加速美国汽油价格上涨 当中加州民众成了最大苦主 根据全美汽车协会 加州的油价在过去八个星期 美加轮飙升70美分 成为目前唯一一个 价格破五字头的州 加州油价之所以高居全美之首 被认为是因为 由自己的混合汽油 再加上高税金 以及目前还有好几座炼油厂 正在进行保养维护 当中又与那帕谷 揪金山等五座加州城市的车主 最能感受到这波油价上涨的威力 加州民众无法控制的 还有房屋价格 位在矽谷黄金地段 库比蒂诺的这栋独栋别墅 正在打广告求售 从外头看上去似乎挺舒适 但空间只有十坪左右 比一般美国的饭店房间大一点点 这栋独位在五尾巷的小屋 打出170万美元的售价 和台币超过5400万 但由于对比附近的房价 至少都要500万美元起跳 还是吸引不少人上门询问 另外这位仲介是负责买房客户的一方 他表示这是库比蒂诺十多年来 所卖过平数最小的物件 尽管根据最近一份二月的数据 全美独栋新屋的销量意外下滑0.3% 但在中古屋长期短圈的情况下 基本住房行情还是看账 而就在关键通膨报告出炉后 马上给当天的华尔街泼了冷水 美股三大指数全面收黑 倒穷的大跌超过1% 因为连续三个月的顽强通膨数字 让市场对于联准会 六月就能启动降息的预期更无望 几率从报告出炉前的56% 降到只剩一成左右 少数经济学家更认为 要等到2025年才会实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